7月26日,距离美国2020年10月3日大选日还剩100天 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,一项最新民营调查显示 由于美国各地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持续激增 总统特朗普处理新冠疫情方面的支持率仅有32%,达到历史新低 此前,美国民众对特朗普在经济方面的支持率一直很高 但目前也只有48% 从总体来看,只有38%的美国人认可其在总统任期内的表现 此外,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6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、密歇根州和佛罗里达州均落后于拜登 这三个州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是决定结果的摇摆州 7月27日,美国白宫证实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·奥布莱恩确诊新冠肺炎 他目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身边确诊感染患者中最高级别的官员 据悉,奥布莱恩是在一次家庭聚会后感染了新冠病毒 居家隔离期间,他仍主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 其中大部分工作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 白宫表示,奥布莱恩目前表现出轻度症状 并且一直处于自我隔离状态 总统特朗普与副总统彭斯并没有被暴露感染的风险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·麦康奈尔 7月27日下午公布了共和党最新的1万亿美元 冠状病毒救助方案 将把联邦的每周失业救济金从600美元削减到200美元 该提案将分别直接向个人和夫妇支付1200美元和2400美元 支票的发放门槛为平均收入75000美元 此外,还将为每位受抚养人额外提供500美元 将允许收入下降超过50%的小型企业 申请第二笔薪资保护计划贷款 将提供1050亿美元帮助学校在秋季重新开学 160亿美元用于帮助各州提高新冠病毒的检测能力 7月27日,黄金价格上涨幅度超过2% 达到创纪录的每盎司1945.16美元 突破了2011年9月创下的近10年历史最高点 1921美元 焦虑的投资者纷纷选择将贵金属作为疫情期间的投资主渠道 总体而言,黄金今年上涨幅度接近三分之一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 投资者本月用于黄金交易的现金达74亿美元 上半年,总投资额达到创纪录的400亿美元 7月27日上午10时,按照中方要求,美国驻成都祖领馆闭馆 中方主管部门随后从正门进入实行接管 在27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方要求美方关闭驻成都总领馆并对其实行接管 是对美方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并强行进入其管设这一无理行径的正当和必要反应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符合外交惯例 中美之间出现目前的局面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 责任完全在美方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为两国关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 创造必要条件